大家好,我是五仔 之前提到芳芳姐的消息 我们继续跟进一些事件 请大家给个like支持我们的广播 芳芳姐 有人质疑究竟护苗基金做过什么呢? 韜贺之前讨论她的情史 最后她说对她的护苗基金很有兴趣 就想起起她的底 究竟这么多年护苗,护了什么苗? 为什么要护苗? 又说到小时候被人买到火坑做鱼蛋妹 她的童年阴影就是这样 不是那么黑暗,芳芳姐 很红的 她曾经小时候去过这样的地方 究竟这个详情是怎样呢? 听到简直是内人寻美 大家好,我是韜贺 今天我们讲的人物就是萧芳芳 早前才讲完秦长林 不得不提她的前妻 就是第一任妻子的小芳芳 因为她在香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首先第一就是我们的潮流指标 第二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金像影后 第三也是我们香港第一个学历最高的影后 田影人 那时候大喜一样东西就是说 除了要追求爱贸之后 还要追求知识 第四就是说 那时候出了一个节目 叫知识改变命运 告诉人们知识的追求是多重要 接着又举办这个护苗基金 帮助一些18岁以下的小朋友 18岁以下的小朋友 那到底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还有她为什么会无端端 搞这个护苗基金呢? 原来护苗基金这个想法 是很久之前已经做的了 那整件事到底是怎样呢? 那让我慢慢跟大家讲吧 首先就讲她什么时候出生呢? 就是1947年了 3月13日 今年都差了七岁了 她呢 原本呢 就在这个苏州那里出生的 她妈妈呢 都出名的 那时候是上海第一个 裸体无得已 后来呢 就嫁过刘海叔的 接着就 离婚之后 才嫁给她现在的爸爸 就是她的亲生父亲 就叫萧乃镇 那是一位呢 德国留学的化工的学者 但是呢 后来都是做生意人 那去到香港呢 就生意失败 就欠了一笔钱 屈屈而终的 就剩下她母女呢 那时候只有三岁而已 小芳芳那时候 那生活有一些 结局啦 在她五岁的时候 就被人看中了 有人说五岁 有人说六岁 那应该呢 就说她六岁未到 五岁多那时候 就被人看中了 就去拍戏了 那第一套电影呢 就是文艺片《小星雷》 那时候呢 也都由她原本的名字 蕭亮 改成艺名叫蕭芳芳 讲起蕭亮 就想起配音那个 就是 男亲爱艺片的那个 老板那个蕭亮 有些差距有些大啊 感觉上 接着呢 又在邵氏呢 就陆陆续续不停地 演不同的戏 尤其是最出名的呢 就是 六零年那时候 《虎儿流浪记》 因为呢 因为这套电影 又有一首歌呢 就 浪浪上口 所有小朋友 那时候一定唱过 就是 《世上之有妈妈好》 的国语版 原来是她唱的 接着 后来呢 又拜这个 京剧的舞弹 粉菊花为师 粉菊花是哪个呢 就是这个 林郑英 尊隆 他们的师傅 魏天赤 也是她的 她的师弟 那就是说 蕭芳芳是这班人的师姐 原来 你说多厉害呢 那六十年代初期 就开始 因为她那个年纪 都开始去到尴尬了 又 同声又说不上 但又未至于去到 整人 那段时间 通常做些什麽角色呢 就做那些 小师妹下山 那些这样的剧情 拍了很多 武学片 火烧红莲子 肉面炎螺 聖火红蜂 跟着 那时候 都拍了 那时候 哇 都有成二百多部戏 如来神像也有她的份 那 跟着呢 六五年呢 就和冯素波 陳寶珠 薛家燕他们 組成这个 第一个女团 那时候可以叫做 影坛的女团 七公主 那其中呢 蕭芳芳就排第四 那后来呢 就开始担当女主角 尤其是第一套 担正的呢 就是这个 肉面炎螺 跟着呢 就开始拍那些时装戏 就穿得很潮 其实现在 来看回那时候 穿的衣服都觉得 那时候穿得很帅 跟着又开始拍那些 歌舞片 那时候又开始 跳舞啊 那些 那些 都是他们大起潮流的 跟着呢 去到 1970年 去外国升学 那说回他 讀书那方面呢 其实他小时候呢 就说过他 喜欢拍戏 因为不用上学 但是呢 大过了呢 就因为没有读书 就是没有知识的 就是想追求知识 但是原来呢 发觉他读书 读得太少了 他妈妈呢 都花了不少钱呢 帮他聘请家庭教师 但是 学历呢 都是去到 高中到 应该都是当是 因为大部分时间呢 都去了拍戏 那就令到他呢 就很懊悔啦 就说 想追回之前的光阴 所以呢 他就一路儲钱 去 儲去美国读书的钱 那跟着呢 他去了 他 儲了很久很久 但是呢 有几次 差点要成行的时候呢 就发现呢 那时候那些 合约呢 很可惜的 就是说呢 他给了一个 就是叫你拍套戏 他给了首期 尾数呢 很多时候 就被人走了 结果呢 就是令到他原本很多次 要准备要出发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 就这样 搞一搞又掉了 搞一搞又掉了 那去到呢 1970年 差不多成23岁了 才可以 圆他的梦想 就是去 美国呢 讀他这个 傳媒系的 学士学位 那他也有说过呢 小时候呢 他已经见尽 人情冷戀了 就是说呢 这次他妈妈在监场的时候呢 每个人都对他 客客气气啦 因为他妈妈呢 其实都很恶的 对那些 电影 就是怕些人欺负他的女儿嘛 所以呢 他就被人说 他妈妈叫萧太后的 就是 听得出来有几惡啦 他妈妈一走了呢 每个人呢 就给他面识看那种 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呢 就已经见尽人情冷戀了 还有就是见识到这个世界呢 是几 黑暗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呢 原来呢 他自两岁开始呢 就发现呢 他有一边的耳朵呢 是完全失聪的 但是都不影响他 跟别人的沟通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 另外一个耳朵呢 就常常会有耳鸣出现的 他每天呢 工作超过三个小时之后呢 就觉得很辛苦 因为耳鸣的问题了 但是他呢 整天都是硬捱过去的 所以你明白呢 他为什么这么想不做戏 去读书呢 就是他想脱离这种 长时间要上班上班上班 那种的生活 他不想他的青春呢 就被人家 就是很被动啊 一生都 那去到22岁的时候呢 就是没读书之前 22岁的时候呢 就被他遇到呢 带他11岁的四哥 謝賢啊 那时候都 你都知道啊 他这么帥 那当然是 人都会动心啦 但是跟他拍拖的时候呢 他就发现呢 就像我之前那样说 蕭芳芳呢 就比较知诚一点 就是喜欢看书啊 喜欢求学问的 但是呢 四哥呢 就是喜欢去玩的 就是喜欢享乐的 那令到他们呢 觉得三观不合 蕭芳芳就飞了去 但是呢 謝賢就说 我一生人追过这么多个女人 我第一次被人家飞呢 就是被蕭芳芳飞的 但是呢 他都觉得 好彩 蕭芳芳飞了他 因为呢 他都怕他自己呢 安于玩乐呢 担悟了他的 他的学业 他都觉得 他是一个奇女子来的 就是觉得他是一个 很 特别的一个女人 所以呢 到现在为止呢 他都很尊敬他 那次找资料的时候呢 才发现呢 原来秦长林那条片呢 有少少资料 不是很适合的 就是说呢 原来 他和 謝賢分了手之后呢 他去读书啦 那一年里面呢 他那时候 还没和秦长林拍过戏的 原来呢 他们是在这个 啊 蕭芳芳呢 在美国读完书 回來的时候呢 才拍这套 廣岛28 卡着的 才开始拍拖的 第二年就结婚的 那我之前看过资料呢 可能 内地那些呢 比较脆水 比较多 就说他跟上去美国啦 但是呢 这里看呢 他们是在1974年 就是他大学毕业完 回到香港呢 拍这个廣岛28 才开始结婚 接着之后 才第二年再结婚的 那时候呢 这里呢 就要说道歉啦 但是 那些资料啊 有少少做得不足够啊 但是现在补充回 就是说呢 他读完书回到来呢 才被这个 渣男验了的 那我之前也有说啦 就是说 这个秦长林呢 就 又难滚啦 又难玩啦 又难倒啦 令到呢 就是 人家都是大学毕业生 遇到这样的老公 说真的一句 送给你都不要啦 砍都砍不及啦 所以呢 就飞了去啦 就其实都是用了三 就是都忍了他三年了 其实 我都觉得他算厉害的 那跟着呢 他都算很厉害的 这件事情 就是说呢 他经历过这个渣男之后呢 都不会对 爱情失望喔 他还可以 有第二个婚姻啦 就在1980年那时候呢 就跟他 第二任丈夫 张静普 拉上天春了 那张静普是什么人呢 这个当然是猛人啦 电视台高层 为这个呢 香港电视广播呢 很多贡献喔 因为呢 他就建立这个 电视的新闻制度啦 开创中文电视新闻直播报道啦 主播独播的新闻报道形式呢 都是他引入的 还有呢 加了这个卫星系统 都是接收世界各地新闻 都是他想的喔 就是那时候 他设计这个 先后呢 在这个 麗的呼声啊 麗的影声啊 就是那时候 最早期是电台先的 接着是电视台 接着呢 无线电视啦 接着卫星电视 都有他份的喔 做过呢 攝影师啦 做过记者啦 做过新闻编辑啦 电视节目监制啦 接着是新闻部主管 接着去到广播节目总监 在这个 演艺学院呢 是校董会成员啦 还有这个浸大呢 管理系啊 全理系的 客席教授啦 就是流天赤都说 整天在那里 碰到他嘛 那所以 他其实都是一个 挺厉害的人啦 那还有 看过他的照片呢 他都是一个高大威猛 那些人说是高层样的 的一位 偏偏风度的 一位男士啦 所以呢 他可以 抱得美人龟 都很正常的 那他结婚之后呢 就生了两个小朋友啦 那他的丈夫呢 都很支持他呢 在影圈继续做事的 就是继续拍戏的 那当然 去到2000年那时候呢 就因为 受到乙疾的困扰啦 令到呢 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啦 那 专注力呢 更加不行啦 因为你做戏呢 其实很 很紧要的嘛 那所以呢 他就开始适应了 就去考了这个 这个 儿童心理学的 碩士学位 在98年那时候呢 就成立了这个 护苗基金 当初 怎会想到 成立这个 护苗基金呢 那原来呢 他年轻的时候呢 有一次拍戏 就在那些 鱼蛋当 不要想着 在街边 刺鱼蛋那些鱼蛋当 是讲着呢 色情场所那些鱼蛋当 这个名字又怎样得来的呢 以前那些 色情人呢 去里面玩呢 玩的那些 那些 那些 就拿着人家的球 就像舌鱼蛋那样 舌下舌下 所以就 好像舌鱼蛋 所以叫做鱼蛋当啦 那时候那些鱼蛋当 是很无量的 常常找 骗那些 就是逼梁为窗 找那些 十一二岁都未成年 直接 老迅都未生完的 小朋友骗了他们 去里面 买身的 所以呢 那时候这件事都很惨的 这件事都很惨的 跟着 蕭芳芳一次拍戏 要去这些场地拍戏 拍戏 去厕所的时候 就听到几个 十一二岁的 那些小朋友 躲在厕所里哭 就是说他们根本 都不想做这件事 那样 从而令到他想起 就是有这个 想成立一个团体 去保护这些人的念头 那样 曾经都说过 这个社会 其实发生了很多 很离谱的事 但是呢 那时候的法律 就不更新的 那有很多 程序上的事情 那些法律上的条例 是保护不到小朋友 所以呢 他就成立这个 护苗基金呢 第一就是 教一个正确的性知识 给小朋友 第二就是 针对一些事件 去促进政府 去改良那些法例 或者修正一些条例 那好像有一件事 他有提过的 就是说 有一个爸爸 就是 不可以用人来形容 为什么呢 他呢 他呢 就一直都有性侵他自己 两个亲生子 仔啊 听清楚啊 仔啊 不是女啊 跟着呢 最离谱的一件事 就是 因为他蛇 除了性侵之后呢 还有弱打两个小朋友 搞到两个小朋友呢 就很害怕 这个爸爸的 所以呢 就变了呢 在人家面前呢 就扮乖仔呢 去讨好这个爸爸啦 令到他呢 打他都轻手一点啊 那结果呢 去到有一天呢 他妈妈呢 揭发了件事 就要跟丈夫离婚啦 那順便报警呢 他想着 控告这位 人禽兽不如的丈夫啦 怎知呢 警察呢 在搜证方面 在审查方面呢 就有很多漏洞出现喔 那就令到呢 去到 上法庭的时候呢 他那个人渣的父亲呢 就脱罪了 什麽事都没有 但是呢 他两个小朋友呢 从此要面对更加多 心理阴影啦 因为重要 因为他爸爸不用坐牢 他还要见他的爸爸嘛 因为 在搞分居而已 还未正式离婚而已 那他怎麽面对这两个父亲呢 那他怎麽面对这两个父亲呢 只有没有一些法例啊 或者一些条文呢 去保护这两个儿子 不用见他父亲呢 迫着要见我 但是问题是 又未 他妈未离婚 那名义上 还是他父亲 还要整天见 那就是 送粮入虎口 就是类似这样的事呢 其实在 社会不是单一事件 是那个年代 所以他就觉得 应该要透过他们的影响力呢 去帮 这些小朋友的 那时候 他也有说过 有些访问 尤其是 近年 18岁以下 的行空者 是特别多 就是说 未够18岁 但是又侵犯一些 年纪比他更小的人 的数字 是越来越有 上升的趋势 那他觉得 因为他找过一个 心理专家 访问过 就说 如果一个人 越小 受到正常的性知识 或者性教育呢 他带过了 有一个 正常的心理 正常的行为 的机会 是大很多的 而不是呢 我们小时候那一代 就是这件事 是一种禁忌来的嘛 不敢说 不敢说 就算说 你讲什么 什么性知识的那些 你问老爸 都说 等你大过了才说 但是原来呢 专家说 其实大约6岁左右 就应该要 灌宣这件事给他了 还有 这件事应该是 家教的一部分 老实说 这一代 什么叫家教 很多人都说不出了 更何奉这件事 所以 现在这些 不畏言 这一代 对于这件事的观念 是越来越差的 就是70年代 那些人都不如的 有很多时候 有些人在想 你想想 现在这么多 那些什么part time girlfriend 那些人 一早就在那里卖身 还有他们那些 观念这么开放 多少岁失身 你现在问 那些香港的年轻人 那就是说 都是因为这些问题 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正视 所以 才会有这些问题出现 所以他 那时候 十几二十年前 已经有二十几年了 二十几年前 已经想到这件事去推广 其实都已经算是 挺超前的事 那现在护苗教育 都搞了一些教育课程 包括小学 高中 智障学生 初中学生 他们那些性教育课程 还有呢 就有些辅导服务 研究和窗议一些 调查统计数字 令到社会 重视这些情况 呼吁传媒 审慎报导 因为曾经有一个 以停刊的报章 就报导一则 荃湾的补习老师 涉嫌性侵学生的新闻 但是呢 他将学生被人性侵的时候 那张照片刊登了出来 那他们当然要强烈献责 因为 喂大哥 这张照片会勾起学生的心理阴影 或者会刺激到他 所以 类似这些 关他们的事 例如 其实说实际 他们是罗里红的天敌 你那些 喜欢收集儿童色情物品 那些 那些变态好呢 你们现在犯的那些法例 其实都是他们那时候 促进立法会去管制 去修订的 例如 那时候不是有套戏叫晚良的 那时候那个男主角 是未够18岁的 那他都有投诉过的 都有 希望香港不要播这套戏的 试过 15年那时候 都有试过 有个六岁的小妹 出版写真 哇 还要是 小朋友穿内裤那些照片 摆出不雅姆士的照片 在书展上买 那些东西 都是护苗基金 非常关注的事 那时候 强烈谴责 那时候 类似这些社会议题 他们都是很重视 以及希望促进一些 相关的条例去做修改 去保障18岁以下的小朋友 那其实最紧 我觉得现在这一代 最紧要是 灌输一些正确的观念给他们 是真的 一样东西 始终呢 现在这个社会 还是有很多不公平事发生的 例如呢 2016年10月那时候 大家都很记得的了 残济人事院社 康乔之家 那个前院长 那个人渣 张建华 非法 性交 一个 智障的 女院友 被人拘捕 那虽然呢 那虽然呢 有院友提供 涉案片段 那警方也都在办公室里面呢 获得他们这些 症物啦 但因为女院友呢 幻想了创伤后遗症 和智力问题呢 出不了庭作工呢 那就被律政司撤销控诉了 那你说这些东西 为什么还可以被社会发生到呢 那是不是本身这些东西 已经有很多漏洞在那里 那例如还有一单 跳蓝那个女运动员 在2010年那时候 被她的教练性侵 那个裁判官都说 事主政供 存在合理疑点 那就判那个教练无罪释放 但是 那个裁判官都说 法庭的裁决 可能不一定是事实的反应 那我说真的 那句 就是有冤无怒诉 这些事情 那 护苗基金都发表声明 希望律政司 重新研究判辞 考虑 对这个判决进行上诉 再致行律政司 那个检控专员 那希望专员 对这个判决进行上诉 但是拒绝 就是这些这么多 不平等的事件 都可以发生到 那就是 你说死不死 其实 还有很多事情 要 未解决 就是 好像 2020年 那个时候 南方民主同盟 那个 龙伟文 性侵两个 只有四到七岁的 女童 都是判过三十二个月 说真的 应该 未够十岁的 应该要终身监禁 这些人渣 是不是 因为 出回来 是对社会 要继续有问题 是不是 这些严重问题 你知不知道 那些古代 性侵那些四岁七岁的人 是要斩头的 因为现在这些社会 对这些人太宽松了 就是好像 有个什么 毒品调查科警员 性侵一个 十一岁十四岁的 就是两个女生 六名 总共六名 十一至十四岁的 都是判囚46个月 说真的 这些也是 判得松 其实 就是说你这个 时代的性侵的法例 根本是 跟现实是 真的 脱节的很厉害 就是还有很多东西 是 不完善 所以 护苗基金应该 还有很多东西要做 就是跟进 希望 这个护苗基金 可以越做越好 更加可以推广一下 全世界 其他 一些 例如印度 这些都经常遇到这些类似的问题 希望 最好 联合国都重视这件事 令到世界更加少这些问题出现 就最好了 那 很不幸地 她的丈夫 就 张静浦 就在 22年 就因为异臟癌 过了身 那时候 都哭成雷人 叫方方她 接着 这几年 都 比较低调了 接着 去到 最近 又出来 希望 政府 再度修例 正式 强制 举报 虐待儿童条例 草案 提出六大建议 推动防止18岁以下人士 就不要再被人性侵犯了 希望这件事 顺利搞定 令到 这个社会越来越好 是不是 今天讲到这里 下次和大家再讲其他人物角色故事 拜拜